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证件,我是爱你们的迷迷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科幻短片,后裔 胡子哥收拾好自己,准备带着眼前的箱子出门 这似乎是个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他开着车急驰在山路上,前往一个僻静的别墅 对面的男人说,千万次感谢你做到了 我相信你有自己的方式 胡子哥却回答,如果我做到了,就不止两倍了 说完不要打开自己带来的箱子 此时女仆吞上了下午茶 胡子哥将一个皮夹放在雇主面前 他小心翼翼地戴上手套打开 里面却是一片空白 刚想抬头询问,迎来的却是两声枪响 雇主和女仆都倒在了血泊中 胡子哥费劲地将雇主拖到了面部识别系统前 打开一道机关,拿到了里面的一个小盒子 打电话给另一个男人说,我找到他了 但眼镜的男人拿起盒子,边打开边问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知道没什么是注定的 但他并不属于某些人 盒子打开后,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枚精致的戒指 胡子哥回答,我现在知道了 我还知道坏人最有应得 而东西总会找到他的主人 说完眼镜男就从身上拿出了一张感谢卡 递到了男人面前 男人将其反过来 上面写着一个具体的方位 胡子哥坐船前往 是一座与世格局的小岛 从远处就可以看到岛上的超大宫殿 开门倒是一个老头,看到胡子哥他显得非常惊讶 他不敢相信已经过了这么久 两个人坐下来闲谈 老人开口了 我知道你一旦走了就不会再回来 但我还是很思念你 我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 然后就开始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 因为你还要帮助别人 这也是我创造你的原因 大威 老头说自己甚至还能回忆起 胡子哥英俊脸庞上的每一个毛发 他很骄傲地问胡子哥 告诉我你都做了什么 胡子哥认真地说 我找到他了 老头疑惑地问 找到谁了 那个杀害你孩子的人 老头十分诧异 胡子哥接着问 你要我带你去见他吗 还是带他来见你 老头紧紧地抱着胡子哥没有说话 镜头一到了他的身后 那是一张老头和胡子哥的合照 角落里写着大卫的出生日期 而照片里那块蓝色的芯片 如今也好好地躺在胡子哥的脖子上 在我的理解中 胡子哥在被老头创造出来后 不知道自己是机器人 不知为何他的意识里 存在着自己的兄弟姐妹 被他人杀害的记忆 所以他选择了离开小岛去复仇 而开头他杀掉的那个人 应该就是眼镜男利用他除掉的竞争对手 他应该是通过某些渠道骗胡子哥 开头的男人就是杀害他兄弟姐妹的凶手 让胡子哥替他卖命 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后 给了他一个回家的地址 大家有什么看法和观点 欢迎补充哦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去远离生肖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空话电影 小期见啦